第4905章你跑不掉了 活性与死疾是绝对相反的两股力量 曾经自己第一次拥有死疾力量 就来自物疾必反作用于活性物质之下 其后也借助活性与死疾施展生死应法 算是自己某一阶段的强攻手段 以活性对付死疾最合适不过 这启荣文明天生是死亡主义道的克星 也可以说死亡主义道是启荣文明的克星 如同水与火一般 正想着唐出手了 活性力量顷刻间遍不兴穷 宛如海啸一般朝着陆影倾覆而来 陆影的死疾力量在接触到活性力量的一刻不断抵消 尽管死疾力量促次蜕变已经相当厉害 直接压制了连城 可遇到活性力量 蜕变与不蜕变似乎意义都不大 彼此相刻的两股力量位于世间的两端 本就是最遥远的距离 而唐拥有的活性力量之棒薄碳为观止 毕竟是契合三道宇宙规律层次 他似乎就想用活性力量彻底抵消陆影的死疾力量 来强压陆影 陆影对着他一掌打出 世间不忘功 这一掌打穿了唐的身体 如雾气一般散开 毫无用处 陆影惊异 随后再次打出炎门第一针 第一针同样穿透 倒是后面的连城差点被波及 唐的声音带着高傲与不屑那么多年过去 死亡主义到已经遗忘了被我启荣闻名击溃的岁月了吗 陆影抬起古壁 释放三王术 轰向星穷 活性物质不断覆盖 活灵 糖低喝 活性物质陡然变换 风起云涌 不断强压 与我对拼力量消耗 小辈 你算什么东西 即便你死亡主宰一族的老家伙来也未必吃得消 陆影顺着死疾力量打出力之气 想顺着死疾与活性对拼时影响唐 可却被唐无情嘲弄利器吗 等已非死亡主宰一族身份学的利器 你也算是被死主看中了 杀了你更好 说完 更加澎湃的活性力量汹涌而出 宛如巨大的白色怪物扑向陆影 陆影抬起古壁 意识化剑 猛地冲出 朝着活性力量而去 唐冷笑找死 活灵埋葬 好好感受 这是专为死亡主义道开创的 话音落下 活性物质不断旋转 刹那间形成堆叠 自上而下压向陆影 更远处 层层堆叠 从遥远之外看如同一座座白色的坟 非死亡主义道 生灵面对活性物质绝没有那么难受 或许会因为境界与战利的原因不是唐的对手 但却没有那种被顽客而埋葬的感觉 这就是唐要带给陆影的感受 更是要带给死亡主义道的感受 然而当堆叠降临 彻底淹没陆影后 陆影 一跃冲出 手持意识之剑对着唐展落 唐大惊不可能 他身体被劈开 一分为二 活性涌动 陆影根本没理会 越过唐 抬剑斩向连城 他真正的目标就是连城 唐是活性物质转化 根本没有实体 对付他并不容易 可连城就不同了 尤其连城是他必杀的目标 连城没想到陆影居然能冲出活灵 不是说喜荣文明的活灵埋葬了无数死亡主义道生灵吗 怎么会让他这么轻易冲出 来不及多想 连城慌忙间唯有躲避 可面对陆影目标明确的一见 并未躲过 被剑锋撕开血肉 身体顺着锋芒倒退 唐愤怒 挥动活性物质缠绕向陆影 狠狠轰去 可陆影就跟没感受到一样 追杀连城 唐蒙了 连城更蒙了 不应该啊 喜荣文明克制死亡主义道 可这人形骷髅居然一点不在乎 怎么可能 唐有种三观被颠覆的感觉 他根本不知道陆影对活性物质的了解不在死极力量下 当活性物质埋葬自身的时候 他以物极必反作用于死极力量上 直接让体表的死极力量转化为活性物质 试问 相同的两股力量如何克制 只存在量多量少的压制 偏偏陆影的死极力量也相当棒薄 完全可以撑得住 以至于活灵 失效了 连城被追杀 陆影完全无视唐 唐看着陆影在活灵内毫无阻碍 就跟那些活性物质只是雾气一样 体表形态不断变换 显露出他不平静的心 莫非死亡主一道找到了对付活性物质的办法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这是完全相克的力量 死主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找到无视克制自身力量的方式 不可能 可若真的如此 会如何 想到这里 唐感觉宇宙黑暗了 一旦启荣文明失去了对死亡主一道的顽刻之力 那就是他们文明的末日 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拖住死亡主一道 玩不成这个任务 其余主一道便不会在意他们 而他们将承受死主的报复 灰飞湮灭 不行 绝对不行 想着 他体表 活性物质忽然凝结 固定身体形态 并凝结成宛如琥珀一般的物质 冲向露影琥珀流真镜 露影一键斩断石碑 眼前 三目色琉璃被轻易撕开 刚要继续追杀连城 身体忽然转动看向唐 唐冲了过来 浑身宛如冻结于琥珀内一般 并以活性物质延伸出一道道 不同形态的身影 似乎是一个葛生灵 可这些生灵都是活性物质组成 并与唐本身相连 就像一串由各种形态生灵组成的珠链 朝着陆影杀去 活性物质可以组合成 无数种不同的形态 这一点 露影当初就知道 如今相城内不少人的武器 还是由活性物质构成 具有成长的特性 相当契合主人 可惜活性物质太少了 而这启荣闻名的活性物质 远非曾经发现的那个活性宇宙可比 各种不同的攻击降临 露影已渐荡开 不断斩落 将那些活性物质组合的身影斩碎 可更多的活性物质延伸而出 这也是一种消耗手段 唐要用这种手段消耗露影的力量 露影直接杀向唐 既然以这种琥珀防护自身 代表本身有被伤到乃至斩杀的可能 他之前注意力都放在连城身上 倒还没顾得上 可现在不想解决都不行了 连城不断后退 却不敢离去 他们此次的任务就是杀陈 陈不死 他回去也得死 就看这个启荣闻名的生物了 但启荣闻名不是克制死亡主义道吗 为什么这个人形骷髅没被克制 黑色与白色争锋 露影施展死界降临 不管弧性物质组合成什么形态 触碰死界降临都会彼此抵消 同时打出死路 终末之碎等等 而唐精通的战绩也极多 以弧性物质模拟各种战绩 令整个宇宙都在摇曳 连城不断后退 没想到露影能与唐打成这样 因果主宰一族很自信让唐随他出手 理应轻易解决才对 唐越打越心惊 怎么会这个人形骷髅哪来那么多死级力量 他只是契合一道宇宙规律而已 而且时不时还能冲入活性力量内 对他来说 活性力量与剧毒没什么区别才是 他真的无视了活性力量 可即便如此 他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露影一剑斩在唐体表 砍入琥珀流真境内 却被活性力量横推 步步倒退 他转身又是一剑 唐所拥有的战绩被他看透 看见之后就是眼剑 再之后则是沉剑 一剑 自上而下斩落 三剑不等是 唐硬抗沉剑 周围 一缕缕白色锋芒横扫 全部斩在露影身上 将他咕咯身体差点折断 留下无数痕迹 而沉剑依旧没能斩入 那琥珀之内 被琥珀卡住 琥珀流真境 我岂容文明绝对手段 无法突破活性 就永不可能伤害到我 你以为我岂容文明 对付死亡主义道 靠的只是活性力量本身吗 在与你们死亡主义道战争前 我们已经是垂掉文明 说完 后方 活性物质化作巨大的横向锋芒 一扫而过 横向锋芒切割宇宙 将充斥着黑暗与白色的星穷斩断 莲成看着头顶被撕开的星空 眼前 骷髅身影降落 露影根本没打算以陈剑击唐 陈剑是很厉害 可与圣灭一战中都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 更不用说对付唐了 他只是给唐一个自认为可以击溃自己的时机 同时也麻痹莲成 不这么做 如何接近莲成 他自白色中来 这是莲成此刻看到的 没想到露影借着唐的攻击接近自己 他就那么想杀了自己 莲成不解 想退避已经来不及 抬手 因果定天剑 露影手握长剑 剑锋顺着周身展落 胖胖胖剑使不断斩断 不断接近莲成 死级力量化为黑幕笼罩 鼓语 莲成瞳孔抖缩 感受着体内骨骼振动 咬牙 刚要做什么 活性物质涌来 将死级力量排斥开 唐冲向露影 莲成 拖住他 莲成扫了眼唐 果断冲向露影 露影望着冲向自己的莲成 莲成也望着他 另一边 唐也在急速接近 碰露影一掌打向莲成 莲成身前 三目色琉璃挡在前方 被一掌打裂 他以甘气环绕 手握因果定天剑刺出 露影抬剑斩去 与因果定天剑碰撞发出轻响 剑锋擦着剑矢斩向莲成 却被莲成反手一把抓住 露出宁笑你跑不掉了 第四1906章终归于黑暗 恰好此时 唐到来 身前 一个透明正方体 朝着露影轰去 露影盯着那个正方体 一个转身避开 莲成硬生生被他拖了起来 毫无重量一般 巨大的力量让莲成都傻眼了 他体会过露影的力量 至刚至强的一掌让他无法招架 可此刻露影展现的力量更强 已经在他对露影的认知范围之外 以至于让露影避开了这个正方体 莲成 你在做什么 唐力喝 莲成也无奈 他控不住 这骷髅怎么会有那么大力量 他身体承受得住 沉默归途 莲成以石碑强压自身 要把露影压制在原地 一只手死死抓住露影持见的骨壁 露影还在动 不断避开正方体 他不知道这个正方体是什么玩意 但能被唐和莲成这般重视 肯定不简单 莲成就跟带子一样被露影拖着走 唐不断怒骂 露影一路拖着莲成冲向唐 有本事你自己来 唐真的来了 撞向露影 有琥珀流真静在 根本无惧露影攻击 露影压在三目色琉璃上的骨掌打向唐 一掌集中琥珀流真静 骨掌深深迁入进去 紧接着 身体倒了 唐 莲成 怎么回事 下一刻 一只手抓住露影窟窿分身 天地旋转 唐与莲成只感觉宇宙一个闪烁 再看去 这是哪 宇宙还是那个宇宙 可与之前所在的方位不同了 尤其 他们看向远处 乡城静静矗立 庞大而宏伟 什么地方 他们怎么来的 欢迎来到乡城 两位 露影开口 收起窟窿分身 微笑地看着两人 唐与莲成转头 看到了露影 露影 他们惊呼 露影缓缓退后 好久不见了 两位 欢迎来到乡城做客 这一刻 唐与莲成茫然了 怎么会是露影 这个露影与那个人形窟窿什么关系 还由于死亡主义到什么关系 不可知 人类 到底怎么回事 饶是他们修炼无数年 都一时间发萌 与此同时 一道道身影走出乡城 来到露影身后 赫然是人类文明的永生净站立 其中 清廉上誉的出现让唐与莲成震撼 三道 这是契合三道宇宙规律的存在 露影也发现了 大喜清廉前辈 你突破了 清廉上誉点头 笑到总算在百年前突破 不负众望 露影大笑恭喜前辈 正好来两个给前辈练手 清廉上誉看向唐与莲成 眼中带着寒意 敌人 呦 还真是高手 两个契合三道规律的存在 我说露影 这次倒是好大的手笔 混集惊叹 唐与莲成看到他了 又一个三道规律强者 这人类文明居然有那么永生净 而且其中存在三道规律高手 加上那个露影 这人类文明不对劲 我刚刚好像听到 乡成 连成发出低沉的声音 警惕盯着前方一众人类强者 露影笑着看向他是啊 这就是乡成 你们来自那片混乱的方寸之剧 唐惊呼 当初启荣文明之所以能重创 死亡主义道 就因为死亡主义道参与了 对人类九累的战争 所以他们对人类也极为熟悉 而乡成的名气更大 因为乡成九累才有对抗 众多强大文明与主义道的底气 否则人类文明早就溃败了 露影背着双手两位 既然来了 就玩玩吧 反正你们也不可能活着回去 连成目光闪烁 被算计了 这个露影与人形骷髅分明是一体 而且他还拥有类似瞬间移动的能力 沙纳间将他们带来这乡成 主义道小看他们了 这些人是九累后代 他们图谋甚大 可现在怎么想都没用 唐阁下 杀出去 连成低赫 唐陡然释放活性物质 朝着一个方向冲去 清廉上欲出手了 突破气和三道宇宙规律 因果大天象蜕变 对决唐 因果可不是被活性力量顽刻的 尽管清廉上欲刚刚突破 但他天赋齐绝 早就该走完这一步的 都因为忌惮亡文而自我限制 如今彻底放开 无数年的底蕴积累 与唐一战还真未必会输 不过露影还是提醒了一句清廉前辈 这个唐还没真正出手 小心 一旁 混集咧嘴笑了放心 我给他压阵 露影点点头 清廉上欲可以用三道规律强者练手 其他人类高手做不到 只能看 露影目光盯向连城 一个瞬移消失 连城瞳孔一缩 急忙朝另一个方向逃去 可眼前 露影出现 一掌压下 三目色琉璃 胖琉璃破碎 露影掌力强压 随手一挥 琉璃碎片撕裂虚空 连城面色煞白露影 我也是人类 给我赐机会 机会嘛 可以 连城忐忑望着 露影目光冷冽杀了唐 连城瞳孔闪烁 不用猜也知道 露影在耍他 你们想对抗主一道 根本不可能 你不知道主一道 有多强 主宰一族底蕴有多深 你以为的 只在你认知范围内 主宰一族 绝对超出你的认知 连城大喊 露影一个瞬移出现在 他面前 面对面 很近 近到抬手就能抓住 连城急忙退后 但露影如影随形 根本摆脱不了 最终还是被 露影抓住肩膀 并在半空 连城骇然望着露影 看到了露影眼底 刻骨的冰寒 与深渊般的凛冽杀意 张口你们太天真了 卡擦肩膀破碎 连城咬牙 站在原地没动 面对露影 他根本没有逃离的机会 露影手掌缓缓用力 将连城肩膀捏碎 血水顺逐衣服流淌 低落星空 后方 以众人类永生净震撼望着 堂堂契合三道宇宙规律的存在 在露影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是当前露影的战力 他们不知道连城受了伤 也不需要知道 只知道 人类文明如今真的站起来了 主义道很强 可人类也有过九壘时期 人类文明的强与弱 是否可以击溃主义道 我们的路又该怎么走 这些 你没资格说 露影淡淡开口 眼中充斥着冷漠 因为你 不是人 连城张嘴 我 碰露影随手一掌 血爆星空 连城呆滞着着目光 身体坠落 眼前看到的是黑暗深邃的宇宙 从没有一刻 他觉得这宇宙那么陌生 主义道无敌 只要攀上主义道 他就自由了 为此做什么都可以 契合三道宇宙规律 已经是宇宙站在至高的存在 这两点他都做到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还会这样 他们怎么敢反抗主义道 怎么敢杀自己 圣巴文上自情宰下 我是你忠实的奴仆连城 你该救我 你不是无所不能的吗 岂能让我被这区区的人类所杀 圣秦宰下 你该救我 黑暗超越了空间 将连城包裹 露影以骷髅分身收割死亡 他不想用连城增加因果 更不愿意连城出现在点降台之上 看了恶心 那就收割死亡 填充死疾猪吧 反正死疾猪也快填充完成了 黑暗 是连城看到的最后一个颜色 他突然想起第一次与录影战斗 露影施展国的力量 一切终归于黑暗 还真是如此 连城死了 被死亡收割 露影末有半分怜悯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沉默着 可惜吗 当然可惜 毕竟是三道规律的人类 虽然不知道连城为什么该死 可只要是露影做出的决定 他们都支持 解决了连城 露影知道因果主宰一族那边必然会引出那个叫盛情的老怪物 可那老怪物根本找不到自己 纵观流营 连城不止一个 而是有无促个 到底有多少人归顺主宰一族 背叛人类 想都不用想 必定很多很多 在流营那种环境下 露影对他们的行为不做评判 同样他们的行为逻辑也阻碍不了自己的选择 这样的人 见一个 杀一个 缓缓转头看向远方 那里 英国与弧性对决 引动了乡城内众多弧性武器 那些武器似乎有意识地想朝唐那边聚集 被弧性力量牵引过去 唐也察觉了 然而面对青莲上欲 他一时竟难以压下 他也没想到居然遇到非英国主义道之外 达到英国契合三道宇宙规律的存在 凡是在英国主义道之外领悟英国的 都算是天赋异禀 而能达到契合三道宇宙规律的 也都可以称之为强者 青莲上欲 紧记录影的话 小心唐的出手 可在小心 当面对不理解的手段一样容易中招 更不用说唐比青莲上欲 早入三道规律太久太久 青莲上欲终究被那透明四方体困住 在录影惊讶的目光下 四方体内 青莲上欲似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坚定的眼神都充满了迷惘 混击果断出手压向唐 速度极快 唯恐青莲上欲撑不住 唐以琥珀留真境抵挡混击 混击第一下没能打破 第二下却将那外面的琥珀打碎 爪子探入活性内 让唐亥然 没想到混击的力量居然比录影还大 第四1907张天常在 录影一直知道混击力量上超越自己 尤其契合两道宇宙规律后 那种感觉更明显 而金与唐一战验证了他的感觉 混击破碎琥珀 吓得唐不断后退 而那个透明四方体也散去 青莲上欲面色苍白 第一时间看向录影 他剥离了我的生命力 时间 过往认知与机缘 录影莫听懂什么 不理而且能有这么多 混击一尾巴抽象唐 唐唯有必开 拉远距离 大和人类闻名 我们不一定为敌 我可以帮你们 录影看向他这话 连成说过 圣公也说过 唐大金圣公 录影平静看着他 太多敌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有些成功了 所以活着 有些没成功 你现在见不到 但很快有可能见到 我会送你去 唐语气低沉 我喜荣文明的敌人 只有一个 就是死亡主义道 而你们这方人类 文明源自九磊 九磊也是死亡主义道的大敌 我们可以不是敌人 可你属于主义道 只是彼此利用而已 唐大声道 我喜荣文明是一个文明 被生命主义道发现 并说服我们 对付死亡主义道 其实当初我们也不想出手 可如果我们不对 死亡主义道出手 就会被其余及格主义道抹灭 无奈之下我们才出手 不管出手原因为何 我们与死亡主义道的筹集深 彼此只能存在一个 而你们人类九磊也一样 当初若不是死亡主义道 亲尽全力出手 你们九磊未必会败 录影盯着他 你知道九磊战败的过程 唐道不清楚 可却知道我们一直在等 等死亡主义道 这个时机我们等到了 就是死亡主义道 与人类九磊闻名的决战 既然是决战 必然是实力相当的 自战争后 我们出手了 重创死亡主义道 将死主都逼得无法返回 这样的我们 是可以联手的 录影与清联上与他们对视 并未说话 唐晨生开口 你们最担心的就是身份泄露吧 其实这点根本不必担心 宇宙太大太大了 除非主宰亲自出手 否则谁也找不到你们 可你们还没重要到 让主宰亲自出手的地步 若真到了那一步 我是否泄露你们的身份 已经不重要 而且我想 你们的身份根本没能藏得住 至少不可知之道 这些话说完 唐体表的弧性似乎平静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点 从他自连城体内出来 对录影骷髅分身说的那三个必死的理由就看得出来 启荣文明厌恶敌视人类 厌恶死亡主义道 绝对听从主义道的命令 这种诚意 录影可不想接受 不管他说的都有道理 永远改变不了他的存活 是对人类文明威胁着一个事实 启荣文明在哪 录影开口 唐体表活性物质涌动快了一些 我不知道这里是哪 所以无法给你具体坐标 以内外天 免停为坐标 启荣文明在哪 录影又问了一遍 唐沉默 不想说 阁下 我启荣文明的唯一敌人就是死亡主义道 所以阁下没必要知道我们在哪 只要知道 我该知道什么 不该知道什么 不需要你告诉我 唐再次沉默 青草大师声音从远处传来 我们人类文明只是想与你们启荣文明合作 共同对付死亡主义道 你不会不愿意吧 唐继续沉默 清廉上遇到看来是没诚意 录影看着他我对你说过 很少听到这么会说话的 多说点 我喜欢听 此话 是录影质问巴色为何放走连城时 唐代表主义道对他训斥 他反驳的话 唐当然记得 那时候他对录影的杀意就极强 因为录影是主义道想杀的 主义道要杀的就是他要杀的 你还说过 我的命是主义道给的 主义道要杀我 我就有必死的理由 对吧 录影再次开口 唐体表 活性物质涌动越发剧烈 你没打算放过我 录影笑了你也没有表现出诚意 启荣文明的位置绝对不能泄露 你们既然不与我人类文明为敌 为何不能说 因为你的分身加入了死亡主义道 却改变不了死亡主义道 是灭绝九壘的大敌这个事实 为等唐开口 录影摇了摇头 既然没有诚意 那就死吧 说完 一个瞬意消失 出现在唐身后 一掌打出 唐体表 琥珀流真净光滑流转 应接录影一掌 出乎预料 这一掌并不重 然而琥珀流真净体表 却逐渐变黑 那是死即的力量 唐亥然 怎么会 这个人类居然也有死即力量 录影本尊当然没有死即力量 即便有 也无法与尘相比 他只是将物极必反 打在琥珀流真净之上 这个琥珀流真净就是由活性构成 磅膊的活性凝聚成实质 成为近乎无赖般的防御 但活性克制死即力量 死即力量也克制活性 物极必反刚好将活性转化为死即 并逐渐侵蚁珀流真净 这还不止 后方 混集杀来 一爪子重重落下 唐响避开 可却被鹿影掌力所限 巨大的力量令他动弹不得 混集一爪子撕开琥珀流真净 打入活性力量内 令唐的活性力量宛如雾奇般 自琥珀流真净被撕开的位置涌出 同时 因果降临 前面因果指天伦打入琥珀流真净裂缝内 从外到内打入 却又自内而外打出 将琥珀流真净洞穿 这时 死即力量已经侵蚀了进去 唐发出低吼 四香之术 正方体扩散 正面打向鹿影 鹿影末有必让 这正方体穿透琥珀流真净与黑暗死即 将它笼罩 鹿影 小心 清廉上欲提醒 鹿影位于正方体内 煞时间 无形的撕扯之力传来 它明显感觉到生命力在衰退 宛如被抽走 最明显的就是生命之气 硬生生被剥离 同时 眼前看到的化为线条 宛如时间在倒退 大脑一片朦胧 整个人浑浑噩噩 身体由不得自己掌控 有四谷主义道的力量 这个唐竟然能同时运用四谷主义道力量 烹琥珀流真净彻破碎 正方体也散去 因为唐 动了 这正方体很厉害 鹿影尚未尝试破解 也不需要尝试 厉害归厉害 限制也极大 一旦唐本身出问题 这正方体也就失去了意义 活灵 唐低喝 恐怖的活性物质肆意蔓延 朝着混集与清廉上欲 还有鹿影覆盖 清廉上欲直接以因果大天相抵挡 混集台爪撕开 鹿影甩出天地锁 融合绿色光点 缠绕像唐 唐认出了天地锁 意识主义道的战绩 不足以困住自己 他并不在意 而是同时打出三个正方体推向鹿影他们 此乡之术 拨生命以无序 拨岁月以无时 拨因果以无垢 拨气韵以无为 此个正方体横穿虚空 借助活灵对鹿影他们行动的限制 想要困住他们 可鹿影一个瞬移就消失了 而天地锁 落相唐 三个正方体陡然消散 唐 被天地锁缠绕 亥然 怎么回事 自己竟然被困住了 不可能 这意识主义道的战绩不是没经历过 曾经甚至还与意识主宰生灵战斗 从未遇到过如此强韧的天地锁 启荣文明本身的生命形态就相当于绝对手段 一般攻击根本伤不到他们 正如鹿影的骷髅分身一开始出手一般 哪怕撕裂他们身体也无用 对付他们肯定有方法 只是这个方法需要想 唐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快被困住 明明天地锁是做不到这点的 混集同情 鹿影的天地锁确实诡异 以他所有手段都诡异 就算自己全力出手也有种难以挣脱的感觉 唐不断尝试挣脱天地锁 就是做不到 被天地锁困住 他也就结束了 鹿影身前 点降台地狱出现 是时候用这么个强者增加因果了 连城的他没要 可这个唐不同 他存活岁月远比连城悠久得多 天地锁将唐托叶向点降台地狱 鹿影很好奇 若将这个唐杀死 换江而出的是什么 与他现在状态一样 正想着 唐体内 白色活性物质冲天而起 处理星穷 随后化作巨大的白色羽目 落向整个宇宙 包括相成 同时 更远之外陡然出现巨大的四方体 降相成 包括周边全部笼罩 收缩 天常在 这是看不见的世界 唐气和三道宇宙规律 尽管没有修炼三个看不见的世界 重点也没放在那气和三道的宇宙规律上 可也不是完全没修炼 随着天常在的出现 宇宙澎湃的活性陡然暴涨 其之前放出的活性物质竟然又出现了 仿佛没消耗过 第四908章抓出来 录影惊诧 这是要把整个人类文明以四香之术剥离 人类 放了我 不然同归于尽 唐威胁 录影不在意 你能与我们同归于尽 唐低吼天常在 是我弃和宇宙三道规律之大成 而炼出的看不见的世界 足以将我的活性物质翻倍 并配合四香之术 你们根本逃不掉 不放了我 我将剥离整个人类文明的生命 岁月 因果与运气 足以让你们一蹶不振 不妨告诉你 一旦施展天常在 我也得承受四香之术剥离的后果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逼我 四面八方 正方体不断收缩 活性物质充斥着整个正方体 蔓延到了香城 录影好笑破解你这四香之术貌似不难吧 我知道不难 所以天常在一斤施展 就绝无可能破解 我自己都破解不了 唐道 录影明白了 与阎门第二针一样 为了威胁而生 可惜 他的威胁 毫无意义 甚至带来了惊喜 录影一里星空 不错的力量 以看不见的世界增幅活性物质 再以活性物质放大四香之术 唐 你活那么多年不是白活的 好奇问一句 你对宇宙的笑话怎么看 唐不明白录影这时候问这种问题做什么 宇宙的笑话 笑话太多了 普通修炼者只认为是笑话 可活得越久 修为越高的修炼者 越能知道 所谓的笑话 基于事实 而非真的凭空猜测 宇宙有一个笑话 叫怨力 心愿合一 录影说完 整个宇宙都听到心脏的跳动声 紧接着 他身体如同放大了无数倍 与相成所有人心愿合一 而且与曾经的心愿合一不同 他在陀灵帮助下 练成了心愿不二法 心力能在短时间暴涨 如此状态下的心愿合一 与他本人几乎没有区别 望着接天连地 一只手都好似能抓握宇宙的录影 唐傻眼了 心愿合一 这个笑话他没听过 宇宙的笑话太多了 可每一个笑话一旦成为事实 都是无比可怕的 看着此刻的录影 他有不好的预感 录影抬手 物极必反 忽原本充实宇宙的白色活性物质 刹那间化为黑暗 刹那间 变成了死极力量 唐亥然 这 这 怎么可能 随着棒驳的活性物质化为死极力量 那巨大无比的正方体自然散去 失去了活性物质的支撑 根本没有那般扩大的可能 录影身体恢复 黑暗笼罩相成 死极力量让相成出现短暂惊慌 但在一众永生静安抚下很快平静下来 而录影则将唐甩入点降台地狱 望着因果暴涨 吐出口气 对付气和三道宇宙规律的老家伙都不容易 混集翻白眼 你以为三道规律是什么 纵观古今能有多少 每一个三道规律老家伙都足以进入历史 说到这里 看像清廉上玉你也一样 清廉上玉 他还不是老家伙 打算怎么处置 陆元老祖来了 问 录影知道很多人希望人类文明将唐收归己用 毕竟是三道规律强者 但不可能 他不会放任唐活着 启荣文明是主一道对付死亡主一道的手段 唐必然也是被主宰重点关注的 他活着一天我们就有可能被找到 清草大师叹息也对 只是可惜了 那他的活性物质能不能利用 经门上欲问 人类文明不少人的武器就是活性物质 这点录影也想过 可活性物质就是唐的命 相当于他们的生命之气 如同用 有没有可能进物抽取 杀了能否换疆 要不拷问一番 问出那个四香之术怎么修炼 不行你收割死亡呢 哪种划算 听着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混结同情看向点将台地狱 好惨啊 还没死就被商量着怎么瓜分 这种场景让他都不忍心了 堂堂契合三道宇宙规律 主宰一族都礼遇的强者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录影都觉得过分了 因为他自己也这么想 一段时间后 因果增加结束 录影放出堂 然后打出因果螺旋穿透他身体 想要找到启荣文明所在 看着一段段因果画面被打出 他确实看到了启荣文明 看到了那真正以活性物质构成的庞大宇宙 宇宙周边还有灰色等力量封锁 必然属于主一道力量 奈何就算看到了也没用 他找不到坐标 清廉上欲威胁堂 堂也没回答 不回答还有可能活 回答了必死 如果他站在人类文明立场 也一定会杀了自己 因为启荣文明太特殊了 此主想消灭启荣文明 实力是一回事 还有就是要找得到 这启荣文明始终隐藏 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在72届 否则已主一道对内外天消息的 因果封锁 他是看不到启荣文明的 启荣文明 就在方寸之据 最终 录影以本尊出手 解决了堂 并未用他收割死亡 毕竟以死亡收割 活性生命会如何 他也不清楚 唐琳死都没想到 自己会死在人类手里 明明他受因果主宰一族所托 邦连城杀一个只是 契合一道宇宙规律的 死亡主义道修炼者 他早就按耐不住 享用死亡主义道修炼者的命 宣布启荣文明的付出了 启荣文明存在的意义 就是对付死亡主义道 对死亡主义道修炼者杀得越多 就越有价值 奈合第一次出手 就折几尘杀 直接死了 这是谁都没能想到的 解决了堂 陆尹稍微了解了一下 自己离开后相承的情况 得知一切平静 因为他的离去 所以对外寻找文明母术 与禁物意识流材料的行动 也就停下了 虽然时间不长 但也确实耽误了 沐先生道 陆尹笑了没关系 我有好东西 说着 取出相思与给的玉石 这里有星空图 详细记录了这片星空范围内的文明宇宙 只要找到这个星空图在宇宙中的方位 我就可以顺着这个图 将所有文明找到 众人大喜 如此就不浪费时间了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确定这片星空图在宇宙中的位置 谁能确定 众人第一时间想到录影抓住的那些强者 比如赤羽 比如赤羽 棉 圣公等等 那些修炼者归属于不同的主义道 在方寸之巨也待在不同方位 或许有可能能认出 陆尹当即放出了赤羽他们 让混集看着他们辨认 而他自己则找到了江西 看到陆尹 江西急忙拜见参见陆主 陆尹愣了一声 笑道来 看看能不能帮我把因果标记抓出来 这个因果标记指的是离开内外天 不得对外泄露母树内信息的因果封锁 这是来自因果主宰的力量 与杀因果主宰一族被标记一样 当时陆尹被封锁对外泄露信息 第一个就想到了江西 或许江西可以让他解除封锁 江西抓出来了 而且很简单 非常简单 当他的手触碰陆尹身体的一刻 陆尹体内那个因果封锁 就跟耗子遇见猫一样冲了出来 怎么看都想避开 却被江西一把抓住 然后茫然地看向陆尹 陆尹知道江西有可能帮到他 却没想到这么简单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 陆主 不 没事 怎么处置 陆主想怎么处置 按给别人 谁 随便 不 江西走了 这个因果标记无所谓 只是封锁泄露信息而已 就算按在别人身上也没事 可对陆尹来说却解除了束缚 他知道内外天的情况 也就等于整个人类文明知道了 另一边 是与认出了星空图方位 并没有耗费多长时间 因为这片星空图有大半与他之前掌控的范围重合 他不知道那片范围具体的文明情况 哪怕契合三道宇宙规律也做不到看遍宇宙 可对上了其中一些文明就能对上全部 他很好奇 陆尹从哪得到这么详细的星空图 要知道 他在那片范围无数年了都不可能描绘出如此详细的宇宙情况 陆尹当然不可能告诉他的自相思与 那可是主宰 一念扫过 足以看遍无尽范围 确认了方位 陆尹迟疑要不要去 相思与给自己星空图 是不是引自己带人类文明过去 正好能被他抓到 当初自己在陀国索要星空图太匆忙了 一心想尽快搜集绿色光点 倒是没考虑到这个 青草大师来了一句 你以为他找不到我们 录影看向青草大师 青草大师无奈要么不被主宰盯上 一旦被盯上就绝无可能隐藏 就算现在他找不到我们 可要不了多久 我们一定会被找到 因为他运气好 录影点点头 认同青草大师的话 运气是特殊的 素星宗都能凭运气找到人类文明 他们为了躲避素星宗 不得不不断离开原地 面对相思与旧更不可能避开了 何况你得到这么大的星空图 无利用太可惜了 左右都反抗不了 不如搏一搏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身处下位的我们想要赢 只有一个办法 青草大师看着录影 让上尉者忽视 第4909章帮他回来 录影认可了青草大师的话 带着香城朝星空图锁在方位而去 相思与能在偌大的母树主干内找到自己 就能在方寸之巨找到香城 这是可以肯定的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罢了 可不管时间再长 都不可能长到让录影超越相思与 既如此 那就往相思与设计好的圈套内走 跟着他的步伐走 他才能放心 主宰太高傲了 利用自己 却又不屑自己 而这恰恰也是自己有可能反抄的点 想反抄 绿色光点必不可少 那这星空图范围就飞去不可了 逃不掉的问题唯有直面 不断的顺移 期间也走错了路 两年后 录影带着香城总算来到星空图范围 因为他顺着星空图 找到了图上第一个文明 对应起来了 能对应起文明 就代表星空图正确 香城内一众高手当即按照之前的划分 开始在星空图直音与陆家瞬间移动地子的配合下 一个文明一个文明的搜集 材料与寻找母术 重新绘制一幅有母术的星空图给录影 让录影能在最短时间内将整个星空图内的母术吸收 届时 它的绿色光点将暴涨到极为夸张的程度 虽说这个星空图在方寸之距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将其内的文明全部找到 数量也已经很夸张了 录影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绝对不会太晚 而他自己则亦是入之宗 是时候来不可知看看了 不知道命归那几个有没有加入 主一道想对付不可知 用命归那几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气和一道宇宙规律生灵正合适 他想看看那几个有什么手段 一进入之宗 首先看到的就是在神术下修炼的命归 运弹 时问与永恒 命归他认识 永恒更是他推荐来的 而运弹与时问 虽然一眼看出属于什么种族 却并不认识 但能与命归同时被推荐加入不可知 也绝对不简单 哦 有新成员了吗 一下子加入四个 录影声音响起 在极尽无声的之宗那般突兀 这些年 录影已沉这个分身去了内外天 并为逆古典的任务却一直持续 交给了混集 自然从未在之宗说过话 他一说话 顿时有人回应 是不暗肃心踪霉了 也不知死了还是什么 而心加入的可是四位主宰一族生灵 录影看着那四个与圣灵一样 提到圣灵 命归转身 看向牙比你就是录影 知道我 正面邀请你入云亭 为何不去 为何要去 命归目光平静 四想在崖壁上找出录影 对主宰一族生灵说话 还是要客气点的 小家伙 不然要倒霉了 竟是卷法出沧桑的声音 录影淡淡开口 即便是主宰一族生灵 加入不可知也要完成任务吧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们定位你古典 凭你的四条神力线 持问开口 听不出喜怒 录影回到不错 交出三条 持问接话 录影挑眉不太好吧 这可是我多年努力得到的 连巴色都没意见 持问转身 龙鱼的外形闪烁着金色光芒 看起来极为高贵 我不想多说废话 交出三条 我可以免你身为人类的罪 录影看着时问 目光深邃我喜欢会说话的生物 多说点 我爱听 血厚力喝录影 时问宰下再给你机会 别不知道珍惜 借此机会不仅免了身为人类的罪孽 还可能交好时问宰下 你知道这是多少生灵梦寐以求的吗 古今历史 能被主宰一族生灵拉一把的屈指可数 每一个都高高在上 比如丧痴 录影来了一句 血厚怒斥大胆 时问淡淡道行了 既然不愿意 那就罢了 血厚低沉道 还请时问宰下息怒 我一定让这录影交出神力线 此话并未单独对时问说 而是说给之宗所有生物听的 包括录影 仿佛在他眼中 录影就该听他的 哪怕录影有过一战二 杀死丧吃的经历 也似乎未能让他特别忌惮 呵呵 小录影 你可是被小看了 呵呵老家伙开口 录影嘴角弯起无法 我越来越喜欢听他们说话 这不像你 以前的你可是半句不饶 大毛被你气得不轻 跟我都说过好几次 那是大毛涵养不够 呵呵 这时 永恒转身 面朝崖壁 发出平静却低沉的声音 是谁给你了无视主宰一族的底气 录影 录影与永恒的过往 不可知并不清楚 毕竟当初永恒被王文创造的时候 对付三者宇宙的是七序 其余不可知并未插手过 而且即便知道存在永恒这么个生物 也不可能联想到死亡主宰一族 录影声音自压必传落 或许是死在我手下的一个个死亡宇宙深渊吧 比如掌生死结 另归看向永恒 死亡宇宙嘛 也就是死亡主一道 这个录影与不可知一样来自那片混乱的方寸之巨 与死亡主一道有过交手倒也正常 永恒恩了一生这个底气还不够 主宰一族生灵 与主一道是不一样的 如果还不明白我可以换种说法 永恒顿了一下 黑色气流盘旋 直冲而上 静在之宗以死及力量扫向崖壁 神力顿时压去 八色声音传出死三十一例永恒宰下 你拨了 永恒淡淡到我只是想告诉这个人类 主宰一族生灵可以无法无天 不管这里是之宗还是哪里 八色你可以阻止我 却不可能给予我责罚 这就是主宰一族 知宗陈吉 八色并未反驳 录影声音成了下去八色 怎么回事 这是当你念挑衅不可知规则 不可知规则大于天 这是你的话 八色依旧没有开口 永恒转身 念朝神术你的看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再回答问题 对吧 识问宰下 识问深深看了眼永恒 这个死亡主义道的家伙怎么比他还更像高高在上的主宰一族 明明脱离主义道很久了 而且在那片混乱的方寸之巨还有不可知这个对手 据说一直被压制 直到主义道降临才彻底曝露 看来不可知的天真的变了 规矩已经不重要 录影道 血后声音冰冷是对某些成员不重要 对某些成员更重要 录影沉默 难以反驳 这一刻语言是苍白的 神树下 识问 命归 运坛 永恒四个正在交流 就以这个录影为第一目标吧 独占四条神力线 他不够资格 境界低 虽曾有过击败连成与丧痴联手的战机 但那是因为那两个被重创 实力实不存一 他最多只是普通三道规律的实力 此人加入不可知时间短 巴色应该不会太过干扰 而且独占四条神力线 巴色也会不满吧 还是个人类 人类 就是原罪 已经给过机会了 不知道珍惜没办法 其实我并不想杀他 人类一旦效忠 比什么种族都好用 毕竟脑子灵活 可惜了 你们想怎么做 这是永恒问的 他是真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 因为从一开始死亡主义道 就被排斥在其他主义道之外 他是隐生生被安插进来的 死主失去过太多东西 想要拿回 就算能 也得漫长的时间 持问瞥了眼永恒 淡淡开口简单 逼迫巴色改变组队队员就是了 不可以直接找上这个录影 永恒反问 持问到他不出现 很难 我问过巴色所有不可知成员方位 唯有这个录影不在他确定之内 这应该也是此人有恃无恐的原因 运坛第一次开口实际上主义道想找一个人 那个人不可能隐藏 尤其身怀神力线条 此话让永恒看了过去 什么意思 身怀神力线条就一定能被主义道找到 他们在对话 录影那边也在对话 对象是呵呵老家伙 当然不是在知宗 而是在外 他要说的话也不能让巴色听到 巴色 从来都不是有 老家伙 看 天变了 我们这些老人没位置了 呵呵 早已不是你与大毛言语之争的时候了 现在是主义道的天下 主义道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大毛怎么样了 突破了 两道规律 不错 那应该有三个看不见的世界了吧 呵呵老家伙 顿了一下小家伙 你 有想法 录影笑了 我想帮大毛重掌席位 呵呵老家伙 诧异你要帮他 准确地说不是帮他 而是恶心那几个主宰生灵 他们不是想要神力线条麻 下面有三条线 其中一条可是青涩 理这是明哲与主宰一族作对啊 身为人类 这是宿命 不要太高条 小心被盯上 录影无奈 如果可以 他当然更愿意隐藏自身 奈何本就身怀四条神力线 想隐藏都隐藏不了 千姬鬼眼提醒过 让他 也就是陈纳的分身远离不可知 但岂会那么简单 第4910章路是你加修的 不可知现在可是身负讨伐逆谷者的重任 这个任务最被主一道看重 甚至原谅了不可知杀那么多主序列的过错 录影很清楚自己一旦带着四条神力线完失踪 不用猜也知道不可知 主一道都会发疯式地寻找 但要他放弃四条神力线又舍不得 不是力量的问题 神力便早已跟不上脚步 若因为神力这股力量 他早就可以放弃了 而是因为逆股 神力线定为逆股点 这是他要掌握的 若不掌握这个手段 不可知夺回全部的12条神力线 将来会不会在逆股点找到人类先辈 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而是必然 如此 对人类先辈太不负责任了 先辈们誓死守护传承 想要改变人类战败的历史 他们这些后辈也要尽自己所能守护先辈们的身后 这些 他没有对呵呵老家伙说 他知道有时候自己想太多了 可有些情况不得不去想 霸这四条神力线在这与主宰一族生灵对着干 是玩火 可却又放不开四条神力线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见招拆招 索性类似的情况经历过太多 习惯了 只要还有手段 就绝不放弃 老家伙 让大毛出来吧 录影道 呵呵老家伙声音难得认真 你确定 没猜错 这四个加入不可知必定有所图谋 你这是在对付整个主义道 录影笑了笑自踏上修炼之路 我招惹的从来都是看不到顶的高峰 呵呵 虽无奈 却霸气 人类就是这么有意思 总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合适的人 带着文明走下去 这也是我从不反感你们的原因 说完 却又想到了什么 不可知十二席已满 就算大毛也无法加入吧 莫非你想解决一个 谁 录影抬眼堂 死了 呵呵老家伙惊讶你说什么 录影道堂已死 十二席空出了一个名额 此时巴色还不知道 麻烦你告诉他 呵呵老家伙惊讶你杀的 不错 别转出去 不然就麻烦了 录影给予呵呵老家伙足够的信任 呵呵老家伙惊叹小录影 我对你的未来越来越好奇了 说完 离去 返回知宗 知宗响起呵呵老家伙的声音巴色 老夫在主岁月长河闲逛 看到了唐已死 不可知十二席可以空出一个名额了 巴色惊讶唐死了 已看到的 下方 永恒抬头那个启荣文明的生灵死了 命归 时问他们都看向崖壁 很是惊讶 启荣文明可不简单 是其余主义道对付死亡主义道最有效的手段 曾经成功过 以后也不会失败 而唐更是启荣文明仅次于文明之主的高手 一个契合三道宇宙规律的老家伙 他居然死了 呵呵 不错老夫亲眼所见 谁杀的巴色都难得问了一下 但呵呵老家伙没有给出答案 只说老夫看到的只是唐死亡的画面 谁杀的还真不知道 巴色 确认一下 命归声音沉重 知宗陷入安静 一段时间后 巴色声音传出唐 无法联系 与素心宗一样 要么失踪 要么死亡 此话录影听到了 巴色能联系出自己之外的所有不可知成员 素心宗也是这么被确认失踪或者死亡的吧 命归看着崖壁你是紫色不可知 对吧 呵呵 唐怎么死的 老夫只是闲逛主岁月长河 瞥到了一眼 具体没看清 只是一眼 呵呵 迟问抬头主岁月长河无边无际 为何你就能看到唐死亡的一幕 老夫有个爱好 想探清不可知所有成员的底细 刚好在寻找启荣文明的时候看到了 呵呵老家伙给出了一个计算合理 却又不合理的解释 抱歉 不是老夫想窥探诸位隐私 毕竟修炼界 谨慎为重 迟问他们不断询问 呵呵老家伙的回答将废话发挥到了极致 好像什么都说 却又什么都没说 偶尔来一句呵呵 让他们无可奈何 血厚呵斥 呵呵老家伙根本不在乎 录影事实开口 他不想让呵呵老家伙的罪 这些主宰一族生灵 防止他被盯上八色 既然十二席又有孔缺 我提议 由大毛填补 他是曾经不可知成员之一 如今突破 够资格了 白色不可知声音传出 他只是契合两道宇宙规律而已 录影冷笑下面那几个连两道都不是 什么东西 也敢跟在厦门相比 血厚力喝 录影淡淡到一个境界 虽只是契合两道宇宙规律 却领悟三个看不见的世界 够资格参与契合三道宇宙规律 强者战场的不可知老成员 八色 你说过 优先考虑老成员 别含了我们这些老成员的心 没等其他人开口 八色直接宣布原主 重回十二席 八色 迟问想说什么 却被八色打断此为不可知规矩 迟问盯着崖壁 最终还是没说出话 很快 熟悉的声音在之中响起 带着嘲讽八色 我是不是该谢谢你让我重回不可知 录影挑眉大毛 人家八色也是按规矩办事 你心眼有点小了 大毛愤怒关你屁事 小子 别以为你现在厉害我就怕了你 等我突破三道 谁能奈我何 行了行了 你厉害 录影敷衍 大毛冷恨还有 别以为你帮我重回十二席 我就感激你 我知道你怎么想啊 反正我原主无所畏惧 说完 自癌壁降落 出现在之宗 然后朝着神术走去 识问 命归他们齐齐转身看向大毛 血后同时降落之宗 挡在大毛前方站住 大毛望着雪后 巨大的青涩身影摇曳 在录影眼中是人形 可在雪后眼中却与他一个形态 让他都愣住了 而在识问他们眼中 大毛竟然是与他们一个形态的主宰一族生灵 只是这个生灵体积太大 你 血后精疑 但却很快反应过来 知晓大毛并非真的是自己看到的形态 大毛重回之宗 意气风发 哪怕挡在前面的是雪后 这么一个气和三道宇宙规律的存在也无据 事实上他真不怕 甚至有点想跟这种存在交手 验证自己的实力 在一道规律时 他无据红侠这种两道规律巅峰存在 如今两道规律 他无据任何三道规律存在 这就是他原主的心性 好狗不挡道 大毛呵斥 雪后盯着大毛 滚 大毛昂首你算什么东西 这路是你家修的 让我滚 你滚才对 放肆 持问低河一声 冰向大毛 大毛看去 然后再次看向雪后说你呢 放肆 路影默默看着这一幕 大毛 挺刚的 但也不蠢 知道怎么得最雪后都无所谓 却不跟时问硬刚 他脾气冲 胆子大 但心眼也灵活 雪后陡然释放气息想要压制大毛 但随着神术摇曳了一下 扑天盖地的神力轰然降临 一下子将他震飞 他以灰色时间抵倒 却还是被强悍的神力轰飞了出去 命归他们皆看向崖壁 之宗响起巴色的声音在之宗不得出手 再有下一次 按规矩处置 雪后提掉 纯白色的雪在坍塌 刚刚那一集看似简单 却极重 在他身后多出了一道由神力轰击的烙印 永恒出手了 被巴色阻止 然而巴色不敢如何 但雪后不同 不仅要教训 顺便还发现了一些不能对永恒出手的郁闷 只能说雪后倒霉 还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以为有主宰一族撑腰就肆无忌惮 实则在被神力轰退的一刻 他陡然想起不可知有现在的地位 是踩着好几个主序列尸体爬上去的 巴色绝对是狠角色 大毛咧嘴笑了 挑衅斑看了掩雪后 然后自顾自朝神树走去 持问收回目光 看向大毛你要做什么 大毛声音平静 拿回我的东西 这里没有你的东西 命归道 大毛看向神力线条 一开始有四条 黄色神力线条被近视卷吸收 如今只剩下橙色 透明与青色 他一步步走向神树 然后招手 青色神力线条朝着他飞去 永恒发出低沉的声音 这是我主宰一族的东西 大毛没回答 既不挑衅 也不屈服 就这么将青色神力线条带走 然后返回玄关 从头到尾他都没挑衅过主宰一族生灵 尽管拿走青色神力线条 已经得罪了主宰一族 但正如他所言 那是他的东西 无数年了 都在他体内 凭什么是主宰一族的 当初被巴色收走已经相当憋屈 多少次想过 如果与陆影一样没被不可知掌握行踪 他根本不会交出去 宇宙无数强大文明被主义道消灭 若明知主义道强大而不能反抗 又如何有那么多逆古者 修炼者 与天争 与地争 亦敢与命争 大毛超额完成了陆影的期待 怎么说呢 舒坦 以前是自己与他在之宗争吵 现在轮到别人了 就是当他知道城市自己分身的一刻是什么表情 真期待啊 识问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 默默修炼神力 陆影也没有再说话 之宗重新恢复了平静 第4911章以公平为前提 外界 人类文明不断重新绘制星空图 新的星空图上描绘了存在母术的文明 描绘了那些宇宙文明强弱 也描绘了一些静物流需要的材料 如此 促年过去 这一天 永恒皆引到了透明神力线 持温与命归间没想到 他们当中第一个拿到神力线的居然是永恒 此即力量与神力相冲比他们更严重才对 这个永恒凭什么拿走神力线 他们根本不知道 对于神力 永恒可是相当熟悉的 之所以耗费几年时间 那是不想被怀疑 然后又过去促年 成色神力线被运潭拿走了 命归与识问不淡定了 运潭这一团气是怎么练成神力的 而且比他们还快 不合常理啊 对付不可知 命归与识问才是被主一道寄予厚望的 以前确定的人选还有一个圣灭 可如今圣灭死了 他们两个都没得到神力线 不管过程如何 这个结果他们承受不了 传回去如何向族内交代 想到这里 识问当即与命归商议 不久后 识问声音响彻之宗八色 讨伐逆鼓 规则必须改变 八色声音响起你想怎么变 神力线条不应永远属于某一个成员 而是要轮流来使用 否则永远有成员不冒险便可以得到主一道赏赐 也永远有成员在生与死间徘徊 岂非不公平 识问回答 这个答案充满了荒谬 主宰一族竟然说公平 难以想象 他们的存在本就是世间最大的不公平 这个世界最无耻的行为就是以本身的不公平 要求一切公平 以满足其自身的不公平 一时间 八色都沉没了 竟是卷法出沧桑的声音 识问在下想要公平 倒也公平 识问看向爷必不可知十二席 都应该公平 不是吗 八色 你说对不对 呵呵 这是要抢我们的神力线条 呵呵老家伙发出声音 绝后开口不属于谁 何来抢 真要说抢 宇宙间的一切都属于主一道 属于主宰一族 用物归原主来形容更合适 呵呵 识问再次开口八色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八色说话了不过分 可以满足 好 识问大贺 眼中带着笑意 那就将十二条神力线全部摆出来 先抢到六条神力线的就是第一次可以定位逆鼓点者 剩余六个讨伐逆鼓 然后轮流交替 此法才算公平 此刻 无人能反驳 打怕呵呵老家伙 非色不可知都反驳不了 包括录影与大毛 尽管他们恰好不在 没听到 但即便听到又如何 识问要的公平 起码表面看去确实公平 真要不公平 主宰一族可以比谁都不公平 他们能给予争夺公平的资格 已经是让步 八色同意了 并承诺尽快将十二条神力线拿出 另一边 呵呵老家伙当即联系录影 告诉了他此事 录影第一反应就是不去了 不去之宗 与不可之断开联系 保住自己的四条神力线 呵呵老家伙只是告诉他此事 至于他怎么做 并未给出建议 录影一里星空 看着深邃宇宙沉思 当初八色同意让他拥有四条神力线 他才重回不可知 可如今八色自己都保不住不可知规矩 规矩形同虚设 八色的地位也直线下降 面对主宰一族根本无力反驳 八色已经帮不了他了 或者说即便帮得了也不会帮 因为八色同样想得到他这边的神力线 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不知道此事 再也不去之宗 可即便想拖也拖不了多久 百年一次定位逆古典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不完成 八色自然知道录影背离了不可知 到时候自然是疯狂寻找 不可知 主一道都会找他 与他之前想的情况一样 他会代替不可知 成为主一道优先解决的对象 主一道能否找到他 这个不用怀疑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有些事 躲是躲不掉的 录影想了想 一个瞬移消失 半个月后 另一片星空下 他与永恒面对面 我拿到了一条神力线 运潭拿到了一条 试问当然极了 本来他们的打算仅仅是改变组队的规则 彻底控制神力来源 最终诸灭不可知 在我看来流程并不复杂 可对主宰一族的生灵来说 加入不可知 并耗费时间需与威仪 已经有入身份了 这个过程在他们眼中其实已经很复杂 但不可知 值得他们这么做 但他们怎么都想不到第一步就出错了 永恒笑看着录影 尽管是黑色气流 但录影就是能感觉到他在笑 首先 你拒绝上交神力线条 这点倒还在意料之中 可紧接着 唐死亡 他是坚定忠诚与主一道的高手 然后那个元主加入 无视主宰一族权威夺走青色神力线条 再然后是我与运潭 更拿走一条神力线 让识问极了 识问与命归才是此次对付不可知的主力 哪知这两个一个都没抢到神力线条 不管是因为尊严还是效率 他们都要改变方法 这么说吧 你的所作所为 一直在加速不可知灭亡 同时也害了你自己 因为你太小看主宰一族生灵了 录影背着双手 这样吗 大势所趋下 灵星的改变是会影响进程 却不会影响结果 不巧的是 你做的事 却加速了这个进程 永恒重复了一句 录影看着他 我可不记得推荐你加入不可知事用来给我添堵的 永恒笑道我会帮你 但谁让你太无视时问他们了 导致时问直接以所谓的公平来强压巴色 建立在主宰一族权威之下的公平本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巴色同意就行 你改变不了 那你怎么帮我 永恒苦恼我也没想到 你可以想想 现在你完全可以把我当做自己人 录影也想不到 但他决定先去之宗对话巴色 不可知底线一次次被突破 一点规则都没有 这样的不可知可不在录影认知范围内 巴色究竟是要顺着识问他们所谓的公平来夺走自己四条神力线 还是真的无可奈何 亦或者有其他打算 他想尽可能看清 永恒走了 临走前留下一句运坛说过一句话 主意到想找一个人 那个人不可能隐藏 尤其身怀神力线条 录影目光陡征 看着永恒离去的背影 一个瞬移消失 果然 神力线条吗 他之前就想过 神力线条既然是主意到创造 那主意到很可能有寻找和定位神力线条的能力 运坛这句话几乎算是确认了 等于说 他就算想藏起来都不可能 总有被找到的一天 而这一天会比他想象中快得多 之宗 录影亦是进入 并未说话 就这么看着神术 虽然神力线条没了 可命归他们四个依然在神术下 之前或许不会多想 现在录影却清楚 他们在盯着神术 此刻 他在等巴瑟与他单独对话 录影 录影神色一动 来了 神力线条都没了吗 那他们为什么还在神术下 巴瑟 巴瑟到这是他们的自由 你若想 也可以 我记得在之前 那个之宗 神术不能随意接近 看来规矩都变了 录影带着淡淡的嘲讽到 巴瑟没有接话 直接到讨伐逆古者的规矩也要改变 录影挑眉什么意思 请上交神力线 十二条神力线重新争夺 轮流定位逆古典与讨伐逆古者 录影气笑了我没听错吧 当初我愿意重返不可知 是因为你答应让我留下四条神力线 现在这么快就反悔了 并未反悔 争夺神力线条 我会帮你保住四条神力线 怎么帮我 十二席高手都来争夺 你亲自下场帮我抢回四条神力线 你觉得我信 不是四条 而是 十二条 录影一经你说什么 我会帮你夺走十二条神力线 巴瑟重复了一遍 录影沉默 巴瑟也没有说话 任由录影思考 不一会 录影缓缓开口你想用我 当毛 当盾 来应对主一道 巴瑟到很多事其实无需言明 你既然有迷惘 我可以说清楚 我们目前的对话基于两个前提条件 一 你不可能以避开的方式 永远保住四条神力线 姑且不论我不可知能否找到你 主一道必定能找到你 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点录影当然清楚 二 你已成这个分身在内外天所行之事 我都知道 那么 以这两个前提展开对话就容易理解了 你应该知道主一道要对付不可知 第4912章句齐 听到巴瑟的话 录影诧异你知道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第三个之与此次对话的前提条件 不错 我知道 更清楚你也知道 因为你去了死海 见到了死主 录影知道此事还真不是通过死主 但不妨爱巴瑟这么认为 恰恰这个认为还是对的 主一道想诛灭不可知很正常 其实从那片混乱的方寸之剧出来后 不可知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我们以讨伐逆谷为不可知续命 但续命靠的更多的是神力线条 而非不可知本身 所以才有了一个得主序列的加入 主一道要么灭不可知很简单 掌握全部的神力线条即可 事实上他们现在做的也正是此事 录影到你既然知道还愿意帮他们 巴瑟到一切在规矩内的公平 都无法拒绝 这个规矩就是不得忤逆主宰一族 录影目光一领 主要主宰一族生灵说的是对的 谁都无法忤逆 何况是四个主宰一族生灵 我不可知要的是生存 而不是与主一道对抗 否则早就不存在了 而争夺十二条神力线意 是我可以争取到的 继续生存的方式之一 尽管由识问提出 但却是最好的结果 巴瑟缓缓道 录影看着神术 你所谓的最好结果 是用我来应对主一道 以我人类文明当诱饵吧 巴瑟声音不轻不重 既然提到人类文明 那么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了 在之前那片方寸之巨 我不可知并未彻底灭绝 人类文明 尽管我们可以做到 而且很轻松地做到 你应该知道原因 录影想到了 地球上有句话 叫兔死走狗喷 不可知在之前 那片方寸之巨存在的意义 就是彻底灭绝九壘后代 当然也包括对付死亡宇宙 一旦这两件事完成 不可知就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了 所以人类文明不能灭 死亡宇宙更不能 他们也做不到 人类 尤其是九壘的后代 是主一道眼中钉 你本就不可能容于主一道 既如此 多当一个毛雨顿又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加速被主一道寻找与灭亡 如果我不可知意 是你人类文明后盾呢 录影眼睛眯起 也必须当你人类文明后盾 因为十二条神力线接在你手 不是吗 巴色声音沉重了一些 录影末有说话 巴色再次以低沉的声音 开口主一道不是无所不能 否则我早就没了 你也早就没了 聚集一切可对抗之力 为自身续命 这才是你我都应该做的 以十二条神力线转移主宰一族目光 背后却是不可知撑腰 再加上你人类文明行踪全无 配合瞬间移动 几乎万无一失 而对你本人最大的好处 就是禁收十二条神力线 录影问你就真放心 让我带走十二条神力线 不怕我直接失踪 巴色道你可以试试 录影当然不可能试 真这么做就完了 别说不可知语主宰一族 主宰本身都能亲自现身寻找他 神力线时关讨伐逆谷 是宇宙最重要的事 巴色敢把十二条神力线都给自己 因为很清楚自己只要不是疯子就不会这么做 录影忽然笑了巴色 如果我真这么做了 我死 你也活不了 巴色一时没有说话 录影大笑一声 他在吓唬巴色 但这种吓唬让巴色更加确定要把十二条神力线给他 因为无论怎么看 对录影好处都更大 主宰一族盯上又怎么样 只要不是主宰盯上就行 反正十二条神力线定位逆谷 在谁手里都一样完成讨伐逆谷的任务 而对于录影来说 以神力线讨伐逆谷 主动权就彻底在他手里了 即便定位到逆谷的人类先辈也没事 同时想对付谁就对付谁 想想都激动 若非被逼到一定程度 巴色也不可能这么妥协 相比不可知被主一道诛灭 他宁愿将主动权给录影 起码 录影莫能力灭了不可知 他想营造一个三方遏制的局 有一点 录影想起了什么 道主宰一族不蠢 既然提出要争夺神力线 怎会没有把握 要知道 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 他们也抢不过我们这些修炼神力更久 更熟悉神力线条的人 巴色给出了答案 主岁月长河 录影不解主岁月长河 神力线条被创造就是用来定位逆古典的 其实与主岁月长河相辅相成 他们要做的不必盯着神力线条 而是借助主岁月长河 就能将神力线条拉过去 而这其中 识问最擅长 录影明白了 就是说反过来用主岁月长河拖神力线条 与他们用神力线条定位逆古典一样 掌握其中一个即可 而神力线条怎么可能拖得过主岁月长河 识问必定有在借助主岁月长河上更高的手段 起码超越他们所有人 因为他来自岁月主岁一族 行吧 那你自己看着办 什么时候争夺神力线条 录影同意了 巴色毫不犹豫半年后 好 说完 意识退出之宗 录影走出玄关 吐出口气 仰望心穷 交出神力线条 争夺 自然是本尊出手 这本身也是一种冒险 但这个险不能不冒 但还是要准备完全 想着 他找到清廉上与他们 将此事说出 如果是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肯定先跟清草大师他们分析 但此事没得选择 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准备完全 有没有可能主岁一族联合巴色 以争夺神力线条为名 实则就是引你本尊前去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录影摇头没可能 此事我在内外天就知道了 来自千机鬼眼 清草大师道如果真这样 那这个局也太大了 从主宰一族到不可知 再到千机鬼眼 为了你 主一道还不至于放下脸面部 这么大个局 与是否值得无关 他们的尊严就不容许 混基也赞同我算是了解主宰一族的 他们对付谁 稍微用点脑子已经高看了 就像对付不可知一样 让四个小辈加入 一步步来 这是少有的用计策 唯一真正用计的也就是对付酒磊 对付你 远远不够资格 录影瞥了他一眼不够资格就不够资格 前面两个字没必要说 混基咧嘴怎么 你还可惜 录影摇头麻烦混基前辈与我一起去 混基翻白眼 他就知道 在场没人比他更可靠 我觉得八色还是不可信 穆先生面色肃穆 青草大师点点头 看向录影 录影目光深邃 信 当然不会 相成依旧在绘制星空图 半年后 录影本尊降临之宗 看到了全部的十二席 当今不可知十二席 录影 黑色不可知 白色不可知 呵呵老家伙 大毛 雪后 静世卷 博案 命归 运潭 石问 永恒 排除了八色 而录影猜测的隐藏了一个也从未出现过 这就是全部 而这十二席中 争夺神力线条的话 他们其实还是有优势的 尽管数量没有主意到多 但正在了解神力与神力线条 而在之宗争夺又不是战斗 数量没有意义 就看石问那边怎么做了 录影也很期待八色会怎么帮他掌控全部的十二色 之宗 十二道身影在距离神术不远处站立 录影打亮着静世卷他们 石问他们也在看向他这边 他自然引起石问他们的注意 而黑色与呵呵老家伙也一样 一个雕像 一个不倒翁 看得命归都愣神了 白相一足 石问目光落在白色不可知身上 白色不可知与他对视 看不出表情 静世卷开口 静距离听 声音更沧桑了石问宰下 留影目前还有多少白相一足的 持问道很多 反正没有灭绝 血后与其冰冷白相一足存在的意义 就是替人类背负罪孽 哪位宰下厌恶人类了 就可以找白相一足发泄 呵呵老家伙身体摇晃呵呵 白色 你比老夫想得更凄惨啊 白色不可知 依旧没有说话 持问目光看向录影 眼中闪过冷意人类 放弃争夺神力线条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 说完 目光又扫过呵呵老家伙 他们你们也是 呵呵 黑白二色不可知都没说话 大毛性栽了或瞥了眼录影 人类这个身份在这太吃香了 直接被针对 录影与石问对视呵呵 呵呵老家伙 命归不满 同时也叮了眼呵呵老家伙 呵呵老家伙无语 这是他的口头禅 有时嘲讽 有时也没有啊 这小家伙真是 那个 诸位 能不能别离我那么远 远处 不按独自带着 谁都不想靠近他 他看起来分明就是一只战略的甲虫 浑身有着金色条纹 乍看上去颇为灵动 但若仔细看 也很猙獰 我想跟诸位交个朋友 没人搭理他 那我先来看 然后我先去看